下面给大家实况直播一下 找饭店 通过我们的经验 米其林超过三星以上 你是找不到门的 Follow me 这家不正做 挂门上 感觉这个米其林 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其他的更讲究 就是大家坐得也比较远 厨房也在里面 这个有点大排档的感觉 喝很多 基本上有这个 章鱼啊 鰻鱼啊 海胆啊 扁豆 这个地方的扁豆是不是很聪明 到处都有这种 到处都是扁豆 然后就基本食材了 onion啊 garlic啊 tuffle 下面那个脆脆脆脆脆呢 它是就是 Naren这个地方的特色脆脆 中间有一个焦糖 这个里面呢 有黑松木 然后有火腿 还有烟火花 还有姜 还有那个烟熏的 小咸鱼 我们来闯一下 跟马拉西亚那个第一家的蘑菇汤 喝起来是一样的 一点都没有惊喜到我 seriously 唯一的区别就是成它的容器不一样 我吃这个 区别 就是成它的容器不一样 我吃这个 拿个小咸子 中间焦糖 就是挺fancy的 好重的香料味 确实有姜 哎呀我的妈呀 我现在吃一瓶香水 现在吃一瓶香水 把我送走了 把我送走了 嗯 它没帮我爆汁啊 这是爆汁汤 在中间 这是什么玩意儿 里面有elman 还有烧豆 黑松露 黑松露 大脑的味道不腼腆 啥玩意有了黑松露 其他的都没啥味 煮出来了 脚怎么做呢 下面这一道呢 是有sui 就是这个章鱼 上面是鱼籽酱 下面是鸡汤 他推荐先品尝鸡汤 就是鸡汤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下面这道菜呢 是鰻鱼 鰻鱼还有种它pico的一种蔬菜 回去查一下是什么蔬菜 他倒了一点这个汤 挤了一点带有这个 就是菊类 干菊类的 还有bezel的酱 加上这个 干菊类和这个bezel 在这几滴香油 这一道呢 海胆面条 里面这个绿色的泡沫是sui 好的 那一道菜呢 是鱼扁豆 我是来自西亚 这个城市周边农场 非常著名的一個食材 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嫩 下面我們要吃的這道呢 什麼玩意 麵包碎了 黑松露麵麵包碎 和parmesan cheese 茄子 茄子 再次 就是要把它 茄子 茄子 有這麼多的黑松露 我看著就有點膩 不錯 這一次的黑松露 沒有那麼生命多多久 那說明這個黑松露比較便宜 可能是 但是黑松露麵麵的味道 好 混合之後呢 謝謝 黑松露吃起來像肉一樣 parmesan cheese很香 什麼動 OK我們來吃一下蝦吧 蝦和不同種類的海藻 这个虾是那种半生不熟的虾 我们两种酱一起来蘸一下 又嫩又糯又甜 它这虾真的不错 下面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烤乳猪 它选的是嫩煮 这个猪的话不能够大于三个月 很嫩很嫩的猪 然后直接把它宰了烤了 就成这样子 然后它烤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在看厨师桌里面 它只是选了猪的某一个特别的一个部位 所以每一道这个菜都是一个形形状 完完全全一样 然后它有几种的配料 我们是先吃他们当地的一种水果 一种葡萄类的 来清理一下口 说把口腔里面的其他一些杂味给清理掉 然后我们再去吃这个烤乳猪 你碰一下你就知道非常的脆 有没有听到啵啵啵啵啵啵的响 非常的好 非常的脆 听到吗 喀喀喀喀的声音 再试一下 听到了吗 非常的脆 然后里面的酱汁非常的浓 下面非常的软 我不用吃 我就知道它肯定好吃 下面的肉非常的软 下面的白肉非常的软 然后米非常的脆 基本上就是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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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 非常的好 然后我再试一下它的配菜 所有的配料 是甜